台鐵局首批EMU3000新型的 乘計列車在7月30號抵達台灣 將部長王國才親自到花蓮港碼頭 來視察列車卸船的作業 王國才表示 EMU300未來將會優先投入 東部的幹線輸運 載客量比普悠馬、泰魯格號 要增加4成以上 同時也會針對東部幹線 進行20多處結彎取直工程 要提供東部的民眾 更安全又節能的鐵路運輸服務 外型簡約時尚的EMU3000型 乘計列車一亮相 現場一片驚喜歡呼聲 當車廂緩緩下降 到達地面又是一陣掌聲響起 這是東部民眾期盼 多時的EMU3000型乘計列車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EMU3000未來將優先投入 東部幹線運輸 載客量會比普悠馬號、泰魯格號 增加4成以上 同時交通部也會針對東部幹線 來進行20多處結彎取直工程 要提供東部民眾更安全又節能的搭乘體驗 那今天進來到年底 我們會經過包括萊茵的這些IVMV的測試 大概三個月後就會正式上線 那目前年底會有三類 每一類是12個車子 三類在這個年底會上線 然後在明年的6月會有11類上線 那今天6月委員在這邊我跟6委員報告 先來上線這11類通通投注在東部的鐵路因素 我們看到從宜蘭縣、花東縣它本身的這個鐵路的線型包括邊坡都不足 所以過去是用車子來客服 那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政府的政策是除了車子好以外 路也要好 所以我們對於所謂曲率半徑 比如說300到400公尺的這些 都有個結彎起子的計畫 大概有20個的結彎起子的計畫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做很多邊坡的這些安全的改善 所以我想說對於東部除了好的車子優先投入外 我們也會把鐵路、路的部分把它做好 讓我們花東的這個我們的鄉親 有一個真正安全回家的路 EMU三千型成績列車抵台卸船作業視察 由交通部長王國才親自主持 包括了立法委員傅昆琦、劉兆豪、劉兆豪、劉兆豪